一隻是1299 有邦 接著是883 和2318 有中海油 亦有平保 這三隻你覺得現在是否在一個好的時機去買入 兩隻是金融股 一隻是石油股 近期金融股的表現比較好 我想都是因為大市氣氛 有一個回暖狀況 如果從一個上升空間的角度去看 有邦未必會這麼吸引 因為已經差不多到一個稍微高的水平 而且波幅也不是很大 如果你說兩隻金融股 可能有機會平安股價表現稍微吸引一點 暫時去看股價 如果你說大市城市今天繼續配合 可能保持到1600億以上的平均數 它的股價應該在7月份有機會可以看回60元 變成現在54元賣入到60元 潛在升幅也有1成左右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至於三隻來看的時候 我想股價跑出來的機會大一點 應該是中海油 剛才也有說過 因為國際油價有一個回落的狀況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 油價回落的時候 美國著名投資者巴菲特 一直在買西方石油 今天新聞上個星期已經增持了西方石油 剛才看新聞的時候 又再進一步增持西方石油 所以暫時去看的時候 應該它都很看好 油價來的發展 可能短期受壓之後 它的價又再彈起來了 另一個圖就是西方石油 其實跟883的樣子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說 心目中都可以是拿貨 去到8月到9月這些時間的話 我相信883的直播率會比較高 現時去看的時候 如果你說其貿國的油價回升 對於中海油會受惠的話 我相信股價是有機會可以看回 是11.5至12元這些位置 對於潛在升幅來說 都要求近1.5元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